恭喜获得千块 转盘幸运众大奖民众玩得好开心 还有翻牌猜题 一样吸引大小朋友争相排队 知名投信公司和年度亲子嘉年华合作举办的 是近大富翁闯关游戏 在新北大都会公园热闹展开 拿到红包或是连用钱都拿去做什么呢 自己存起来以后用 这么厉害 想变成大富翁存钱只是第一步 理财观念绝不能少 活动现场邀请亲子理财专家朱立安 分享投资技巧让大家收获满满 国外有一个统计就是说 你买这种所谓市值型大盘指数型的ETF 长期来说其实你的绩效 可以领先90%的这些专业投资人 所以对于这种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的投资朋友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特地提早来让他参加这个活动 对因为我觉得对他理财非常重要 在他低点的时候帮他们买那个ETF 对帮他们就是存股这样 像李小姐一样带小朋友了解理财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根据吉保结算所统计 截至今年2月12岁以下的股民达到27万人 平均库存有37万元 从金额来到了109亿 三年来成长超过三成 而且儿童账户新增投资标的 前10名几乎都是ETF 可见父母越来越重视孩子的理财规划 我们到老都会一直花钱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早帮自己养殖金积母 透过今天的活动呢 可以带给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很多很多的理财知识 理财观念向下扎根 小朋友透过户籍腾本身份证或者健保卡 就可以开阔理财想成为大富翁 不再只是梦想 东西游熊之前见好在新北市报道